所以你这个total cost的值是完全是由variable cost来确定的 就是variable cost改变它也会随之改变 然后它改变的多 然后total cost改变也多 它改变也少 total cost改变也少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线啊 就是我们会有两条线 紫色这条线呢是sales revenue 也就是我们每生产一件 我们会得到的那么多的一个price 就是p乘一个q 然后我们的这个蓝色的线刚才一样啊 就是我们的total cost total cost也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 fix cost加上variable cost